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篮板二次进攻命中 这就是字母哥最后的4分30秒 唯一一次得分 这场比赛最后的4分30秒 就是关键时刻 迪温三分命中后 熊路还落后三分 这个球之后 到中场前36秒字母哥 那个二次进攻他 没有任何一次的自主进攻 这足以说明 布登霍尔泽根本 不信任杨尼斯的单打 当然也不相信他的投射能力 字母哥在末节五中四 三分一中一 拿下9分五篮板二主攻 一抢断二盖帽 但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在进攻端 几乎没有贡献 全场比赛字母哥 36分中 18中时 三分三中一 罚球三中三 拿下24分 17篮板三抢断三盖帽 命中率 55.6% 三分命中率 33.3% 17个篮板中 只有四个前场篮板 而波蒂斯六个篮板球 就有三个前场篮板 虽然得分 篮板 助攻 盖茂都是全队最高 可还是无用 熊路官方 还一直在置顶为连装 MVP杨尼斯拉票 但本赛季的杨尼斯 根本毫无进步 最近的三场比赛 他分别拿下47 加11正5 29加5正6 24加17正式 但全部输球 他已经没有 那么帮助球队 拿下胜利的统治力了 在他没能开发出 更多的进攻技巧前 他在关键时刻 往往被针对 这样的杨尼斯与MVP 应该是无缘了 本赛季字母哥 仅仅排在MVP榜单的第五 约基奇 恩比德 詹姆斯 莱昂纳德都在字母哥之前 36岁的勒布朗 投射能力与被打能力 都还在进化 而27岁的杨尼斯 却还没有开发出投射 被打 只能应对的字母哥 如何能拿下总冠军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再次打